民進黨政府總統搭檔賴蕭佩 將拍板定案了嗎 明天到總統參選賴清德 不斷釋出訊息 可能跟駐美代表蕭美琴搭檔參選 而蕭美琴渴望在APEC峰會之後 順勢返回台灣 趕上11月20號到24號 總統大選的登記時程 而很多立委參選人現在更表態 積極爭取蕭美琴的補選 希望可以跟賴清德一塊 發揮雙母雞的效益 總統蕭美琴是不是11月中 要回來 微微點頭 總統難道是證實了嗎 先前賴清德一句 把蕭美琴送進總統府 讓各界關注 駐美代表是否將強勢回台 投入選陣 心裡當然期待 美琴未來能夠達到我們 期待她未來扮演的角色 但真的因為是朋友跟姐妹的關係 我們反而會很自製的 不要去給她過多的干擾跟壓力 蕭美琴目前人還在美國 預計出席11月15到17號 在舊金山舉辦的APEC峰會 緊接著渴望在18號啟程返台 剛好能趕上11月20到24號的總統大選登記時間 之後蕭美琴也渴望以副總統參選人身份啟動輔選 回來可以擔任這個副首的人選 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強的母雞 然後也可以share一下賴父 賴清德這個候選人 她在疲於奔命在幫很多的明代夫選這樣子的一個重責大任 那我自己本身一定會爭取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姐妹 然後有姐妹的情誼 她常常一直跟我講說你一定要加油 這是一定要努力 所以我想等她回來的話 我們一定會極力的爭取 除了幫自己的好姐妹站台 蕭美琴先前深耕的花東地區也有在聯絡 爭取輔選列車開到東部 雖然賴清德進辦還沒鬆口 賴蕭沛的呼聲在黨內已經越來越高漲 記者林先生 黃偉才 特別報導